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鮑魚的思想空間 自從上一條片講關於生死 大家知道我現在經常做一些所謂的靈修 或者一些心靈上的學習 或者可能一些佛教所講的禪修、禪宗 這些東西 這件事其實幫助了我很多 所以一直想跟大家分享多些 也有很多朋友PM我 很有興趣想聽這些東西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大概這半年來 其實我用了很多很多時間去鑽研 去了解這件事 自己也嘗試在生活上去應用 因為只是看書、看片 去理解那種想說的東西 和你真正的生活要做到 還有需要時間練習 但那件事真的幫助了很多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多古靈精怪的事情想 其實從小到大 我自己有時都會問 其實一輩子在人間裡做什麼 這幾十年 又痛苦 又不知為什麼 人人做那件事你又要跟著去做 然後做得好 才能夠拿到一個 小小的成就感 但那個成就感很快就會沒有了 因為你會不斷想去追更加多的東西 人的頭腦就是這樣 所以我上次一條片 就說其實我們人 永遠就是會被我們的頭腦 被我們的身體騎劫了 而令到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這幾十年是活得非常之痛苦的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 人是非常之痛苦的 我根本完全不知道自己 在這個世界上是做什麼的 我經常都問自己的 所以其實尤其是現在我們去到這個年代 科技越發達 資訊越發達的時候 其實人是沒有開心過的 是反而越來越痛苦 其實很多朋友 如果我今年38歲 80後 其實有很多80後的朋友 或者比我再早一點 70後的朋友 那些甚至60後 其實他們都會覺得 以前那個社會 以前的生活 比較簡單一些 人沒有想的想得那麼複雜 沒有那麼多資訊的時候 反而其實個人是更開心的 就是這個是 我相信是的 有時候我看回以前的港產片 我聽回以前的歌 是很有共鳴很開心的 所以我都是活得很辛苦 我自己覺得 所以機緣巧合之下 我在大概半年前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 其實有一點點不喜歡宗教的 就是不要介意我這麼說 我只不過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感受 其實以前我一見到宗教 我其實是很抗拒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求神拜佛 怎樣怎樣 經常都要求一些東西給自己 我覺得 這個世界是靠自己的 你求神拜佛 好像很不科學 還有做善事 其實你是想放生 什麼都好 大家都知道 動物放生 其實你就想求一些福報給自己 令自己可能的命好些 等等 我覺得這件事很不合理 所以我經常覺得 宗教很迷信 我不喜歡的 其實一講這些我就不喜歡 但是機緣巧合之下 其實我爸爸一直是佛教徒來的 他是禪忠 很多年了 但是一直都不在乎 不會想和他講這件事 因為沒有興趣聽 我經常都覺得 拿著一杯佛經 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但是為什麼我突然之間 我又會去花那麼多時間 就是有時候我和我爸爸 聊電話 從來都沒有聊那麼多 就是關於最近 開始說多了很多這樣的談話 因為他不是住香港 所以經常常常到電話 那我爸爸就可能知道 我不是一個喜歡宗教的人 或者不是那麼容易去搭上宗教的人 他就有時候會給一些比較科學的講師 或者一些作家的書 或者給一些片子我看 我開始看 我完全看不明白他們說什麼 什麼叫做神服 什麼叫參 這些東西 就是我無我 這些其實我一直都不明白什麼 但是我看完之後 他開始給我看一個很出名的 台灣出生的博士 叫楊定一博士 上次我也有介紹過 那我開頭一看他講的東西 嘩 講的節奏很慢又很悶 他講話又沒有表情 講國語還要 但是我完全聽不明白 但是我在有時候 我在想 沒有理由這個人是醫生來的 他真的是醫生來的 博士 即是科學家來的 他講這件事的時候 沒有可能我不明白 他也不是一個宗教的人 他都會這樣去講一些東西 令到我有個興趣 我嘗試去慢慢每天去看 去了解 開頭看真的完全不明白 那 慢慢慢慢 我覺得我自己 一定要嘗試去明白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因為我個人很邏輯 學東西 其實我看東西 我學任何東西 我很專注的 所以我很快會 拿到很多東西 但是我在那方面 我完全拿不到 所以我就 他們經常都教我 就是要先放下你的邏輯 當然 因為我們的頭腦 習慣了 每樣東西都要用邏輯分析 才能夠理解到一些事情 這樣 所以我就嘗試 我不管了 我要明白他講什麼 那我就嘗試去放下我的邏輯 去理解 經過很多次 聽完又聽 聽完又聽 我開始大概 大家的頻率 回答到 我就開始明白 講什麼 其實我自己就發覺 一件事 因為我很不開心 人經常都覺得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我在做什麼 為什麼要跟著人 又要讀書 結婚生兒子 雖然我沒有做 結婚沒有生兒子 我覺得 我的人生 為什麼幾十年就是這樣 我又看到那個人 老了就是這樣 但是大家都是要去死的 其實 為什麼我要經歷這麼多事情 要跟每個人一樣 去經歷那件事 而要得到別人認同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那件事 我發覺一件事 就是 其實人 是無止經地 會追求一些慾望 想要的東西 是永遠不斷地 不斷去追求的 你現在沒有錢 可能你有1億的時候 你又會想有20億 有20億的時候 你想要我100億 是永遠不斷去追求的 你能夠開心 其實是開心一下子 之後你又去掉下去 你又想追求更多的東西 人呢我覺得 只要你 你現在的狀況 不是你現在頭腦想想那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痛苦的了 而我們本身 真的長時間都是這樣的 就是 我們經常以為 或者我們想 我們是怎麼樣 但是其實我們的現況 不是的時候 我們就會 很不開心的了 強行又要怎樣再勤力 怎樣想機會 怎樣怎樣 去希望我們的未來 能夠 變成我們現在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就 一路一路看 這些靈修 這些東西 就看著看著很著迷 其實現在一直都是的 譬如我坐 坐車 等等 我都會 塞著耳去聽這些東西 我覺得 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現在 現代人 眉頭 整天聚集得很 很集中 在一點裡 看東西越來越窄 雖然我們吸收的資訊 越來越多 我們認識的東西 越來越多 但是我們越看東西越窄 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們經常拿著手機 其實我都是的 我滾手機滾得很厲害 就是坐車 以前我上巴士 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上巴士睡覺 或者我聽歌 但是現在有時候 看片 滾 看東西 整程巴士就 沒有睡覺 就不停滾 回到家 洗完糧 睡前又在滾 我都不知道是看了些什麼 因為八卦看一下朋友 看一下阿成 看一下網上有沒有人罵我 其實人現在是越來越辛苦 很多人很介意 人家怎樣看去 越來越介意 人家怎樣看我們 因為我們可能有些社交媒體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由自己出發的 好說我 我我 有個頭像 我的照片是怎樣 好想我表達自己 好想建立一些 我的形象 給別人看 所以 當我們那個我的心 很重的時候 其實人就會越來越來越痛苦 就好像一個BB仔 剛剛出生的時候 眼睛睛 看到所有東西都是新鮮的 他不知道什麼叫我 他不知道什麼叫自己 其實就是說 一路成長的時候 可能小時候 乖 做某些事情 爸爸讚他 摸摸他 買玩具給他 慢慢慢慢 他就越來越建立他的我 他慢慢知道自己是什麼 我做到什麼就是好 人家會覺得我乖 慢慢慢慢 當你一路成長的時候 你讀書厲害 讀書不厲害 你便知道自己慢慢在社會上的企圍 由家庭開始 可能你是兄弟姊妹的話 你乖一點的 你的玩具就會大份一點 漂亮一點 爸爸買給你 然後慢慢你讀書厲害的話 爸爸媽媽又會獎禮你 同學又會妒忌你 老師會讚你 一路出來做事 你做事的時候 你賺得越多錢 你的職位越高 權力越大的時候 你便會越來越知道我 那個我便越來越建立得牢固 當你那個我很牢固的時候 你就會越來越想追更多的東西 來牢固自己 但是回想回 當我們背了這麼多東西上身的時候 就像書包一樣 我們一直在那裡扔東西進去 收起來 越背越重 越背越重的時候 其實人就是 那些痛苦就是在那裡這樣來 所以那些禪修 或者佛教的禪蹤 這些其實都是說 要扔東西 不斷去扔下我們的執著 我們的念頭 全部盡量去扔它 其實也有人講過 佛經也都說 其實每個人都是佛來的 我們佛就是在心中的 我們本身是聚足的 一出生就有的東西來的 只不過我們一直 一路生活 一路成長的時候 吸收了很多不好的東西 一些烏魂這樣蓋住我們 令到我們已經找不到自己本身的佛性 我不是很想用宗教那樣東西說 因為其實我對那些佛經 什麼那些我不熟悉的 我沒有什麼看的那樣東西 因為由我開始接觸這些東西的時候 已經是知道我們要一路 將自己執著的東西全部扔 有些人就說 好像洋蔥一樣 一層一層這樣撕開 撕開 撕到最後那顆心也都要扔 扔到沒有東西扔的時候 然後就要將自己 想著扔他的心也要扔 這樣才是對的方向 即是我們不斷要將自己 書包的東西不斷扔扔扔扔 到頭來就一身輕了 有時候我跟朋友說 例如我自己的解釋就是 好像你穿了很多件衣服 你就要不斷地脫衣脫衣脫衣 脫到自己的底褲都沒有 空曬光曬的 那你就一身輕了 那你就很自在了 你不會給任何東西去 不會給任何的包袱 困住你的頭腦 令到你自己有一個執著 令到有些東西你追求 因為這個人世間的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頭腦的產物來的 我們經常想的東西 我們想要的東西 是我們的頭腦的產物來的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只不過是人世間 大家都認為要這樣才為之好 其實沒有意思的那件事 那些東西越多的時候 只會令到我們越來越痛苦 我們的慾望越來越大 一得不到的時候 就會不開心 就算你得到的話 也是一個很短暫的快樂 轉頭你就已經會 失去了的時候 你就不開心了 因為這件事本身是無常的 不斷變化 有時候我看 走過旺角的天橋 星期日的 那些彬彬 癮癮 姐姐 放假全部都坐在天橋那裏 吃東西 交換電話 什麼都好 他們 即是我們會覺得 哇 熱痠痠地下又骯髒 那樣 他們坐在天橋那裏 哇 這樣做什麼鬼 但是其實你仔細去看一下 他們每一個人的樣子 他們的面孔 其實他們是很開心的 可能他們一兩個星期才放一日假 出來大家聚賣 就是這樣說自己的話 整班朋友在那裏罵自己的僱主 罵自己的那個什麼 說壞話 那他們可能又很開心 你看到其實他們很開心 他們很快樂 有很多人的快樂 是不能夠自己給自己的 是要求身邊的人給他快樂 那這些人其實是很痛苦 但是也是很自私的 例如很多老人家 退了休了 子女搬出去住了 結了婚 他很希望那些子女 每天回來陪他吃飯 希望那些子女怎樣生幾多個子 快點生孩子 生多些 讓他抱抱孫 或者希望我女兒的老公 要賺多些錢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很多要求付諸在別人那裏 那這些就是不快樂 就是那個人很老實說 也都沒有辦法 去能夠令到你長期快樂 因為結了婚出去 就很難說 整天要做些事令到你開心 又例如可能一個老婆 很想去老公做很多事為他 就是心中可能有一套東西 好像一個導演那樣 好想老公每天要怎樣怎樣對他 但是到頭來發現那樣東西 不是的時候 他又不開心 所以我自己其實就 一直都是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譬如說 我對所有生活上面那些細節 其實我都很敏感 譬如說我剛剛 以前很早期回來香港的時候 就是我習慣了 譬如我搭升降機的時候 我很喜歡幫人按升降機 通常說 譬如說一個人走進來 有時候那些很痕症的 你明白嗎 有些人說五樓 什麼什麼那些東西 就是好像我自己的心 就會覺得 扑你到街上 你看不起嗎 你明白嗎 很心幫你按摩 你還在那裡很懶吞 人正常會這樣想 我看到一個面子 我自己的腦分析了 我就會覺得這個人是怎樣怎樣怎樣 有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我受不了 我覺得真的很辛苦 其實現在當我去接觸這些 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發覺原來 我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要扔 我要扔的東西 其實多過一般人很多 我發覺 我有很多東西自己很執著 經常有些東西 覺得做不好 是因為別人做不好 令到我也做不好 為什麼配合不了 我有很多這些東西 因為我好像經常很多東西 想做這樣的人 半年時間左右 我就很著迷 對這件事 我每次一下班 回到家沒有工作 又會看這些書 上班的時候 坐車上班下班 又會聽聽這些東西 很著迷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次 就是 剛剛去買飯 回到公司 買個午餐回來吃 走到馬路的時候 突然看一看天 很正常 看天 突然間不知為什麼 自己不斷流眼淚 沒有想法 不是在聽一些很傷心的歌 或者其他東西 突然流眼淚 不斷流眼淚 流到整個口罩都濕透了 戴著口罩 完全不知為什麼 那時候 我就有個感覺 全身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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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突然間有個思想 原來我被我自己騙了這麼久 很多東西 我看的東西 其實不開心也好 開心也好 原來其實都是被我自己騙了 突然間經過那次之後 我整個人都鬆了 其實 這些現象 我看那些 心靈的書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有些人會大哭一場 有些人會笑一笑 大笑一場 原來我被自己騙了這麼久 我被世界騙了這麼久 終於醒了 個人終於醒了 所以現在我其實已經慢慢慢慢去 習慣了這一套的模式去 在社會生活 我覺得開心了很多 有很多東西我不再執著 但是當我開頭的時候 是很難的 你要很有勇氣 你要很堅定 因為這件事 跟全世界的人想的事情是不同的 還有你好像活了兩個世界 一個就是正常平時活的世界 你要對著所有的人 因為都要賺錢 你不是去一個山洞 躲在那裡 天天打坐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是要透過日常的生活 被人氣壓你 你才可以去收到這件事 學懂得要放下所有東西 每件事自己覺得很緊的 那件事 就要首先先放下 每件事都是向自己的內心去挖 以前我們會覺得 一有些東西出錯 不如意 就是外面的問題 永遠向外攀 就算你求神拜佛也好 什麼都好 都希望向外拿些東西給自己 其實 現在這件事是倒轉的 完全是倒轉的 全部東西回回自己的內心 任何執著等 推開 推開 慢慢找回自己 其實與生俱來都具足的東西 就是我們本身的快樂 我們的心靈 其實本身就是沒有動過的 只不過我們被所有的東西 蓋住了 我們找不到自己真正的自己 除了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頭腦 控制著我們 其實我們真的不是這樣的 在社會生活 因為頭腦是必須要用的 都是那句 有事情想是很正常的 每個人都有很多事情想 但因為我們現在 城市人越來越忙 放工都要看WhatsApp 回公司 以前哪有這些事情 放工不像放工 現在 人家經理WhatsApp 見你online 之後你又不回 第二天又說你為什麼不回 我們那個念頭 我們的腦裡面 一刻都沒有放鬆過 現在基本上就是 這個想的東西都沒有走 另外兩三個已經走進來 我們的頭腦 很難應付的 其實現在做人 越來越難 科技越進步 本身是我們越來越方便 但是那種方便 變成我們是越做越多 越想越多 競爭力要很強 很強才還可以 剛剛好找到一口吃 在社會上 所以其實現在 接下來的社會 是淘汰很多人 很多人 其實已經跟不上這個節奏 我自己都其實 我都在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都不是很跟得上這個社會 那大家想想 其實是有多麼嚴重 即是時候要醒 即是自己真的要醒 不要再被社會 困著我們 我們當然要每天都要繼續 賺食 勤力去賺食 認真去做我們的工作 但是不要太執著 因為真的當個遊戲 這樣玩就算了 因為人生幾十年 真的不是我們想像中 那樣東西來的 剛才說我去那裡 買東西吃的時候 我流了眼淚 我那時候其實會覺得很舒服 那一刻我很舒服 但是我當我再嘗試 因為想試的時候 因為我貪心 我想再試一下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再都做 再 再怎樣嘗試 都做不到 怎樣想一些事情 都不是那樣東西 但是其實也是好事 因為 我不應該執著於這件事 即是就算連這件事 我覺得舒服 或者迷戀這件事 我都應該把它放下 那件事越令到我覺得很執著 我很想要 我反而應該要再放下它 不要給任何的法門 不要給任何的社交媒體 宗教 其實宗教去到一個位置 其實都是要 即不是說不承認宗教 但問題是就是說 不要給宗教綁住我們 因為其實宗教也是一種藥 即是我們有病 就去吃藥 如果你覺得自己已經沒有病的時候 其實就不應該再吃藥了 應該再 move on 不要給任何事情困住你 將自己的視野 的思維越放越大 越放越大的時候 我們就會活得越來越開心 就好像我有時候 朋友問我 其實你想這麼多事情 哪裡會舒服的 哪裡會開心的 我跟他解釋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社會裡 想得多的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只要你想之中 你會不會很著緊 令到自己痛苦 還是你放鬆地去想很多事情 誰不用想事情 我經常都說 一個人正常 我當你做銷售士 或者你做一個輔導員 你的工作 最少你要想 我是銷售士 你是客人 我要先想你 在想什麼 這個人住在哪裡 這個人有沒有開車來 這個人想要買什麼 有沒有需要 會不會真的買 我會言語間之中 可能在銷售的時候 我會去套這個人 會了解這個人 是不是 譬如說 你做一個輔導員 你去輔導一個年輕人 你最少都要知道 他是什麼情況 什麼環境 他在想什麼 你才能輔導他 你都要想事情 譬如說做一個幕前的人 可能要再想多一陣 譬如說現在隔著螢光幕 跟大家說話 我要想你們 想我什麼 我每一個動作 我每一個說話的聲線 我穿的衣服 我的動作 都是給一些想像空間 觀眾的 觀眾怎樣想我 其實是由我做出來的 人們經常都覺得 這個人很假的 這個人很虛偽的 這個人平時不是這樣的 什麼什麼 我們看電影 看明星也好 看演員也好 我們會這樣說的 但其實所有事情 都是你們自己想出來的 而我只不過是 譬如說 一幕前的人 只不過是 比較了解 觀眾會怎樣 去看到些什麼 會覺得這個人怎樣 他就怎樣做出來 其實跟他真正的人是怎樣 完全無關係的 所以我其實 我自己覺得 我真的 其實一般我們所有人 尤其是香港 我覺得在香港是很大壓力的 但是當我去到 了解這些 心靈上的東西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 住在香港是一種補品來的 是一種有益的東西來的 正東西來的 因為在香港發生很多事情 人和人之間很多比較 天天都發生不同的事情 今天這樣 明天又這樣 很多事情 開心不開心 開心不開心 大起大落 所以我覺得在香港 是一個好好的 練習場地來的 給自己 反而你可能 人是永遠在 最差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不好的時候 你才會收到一些東西 你傷心 很痛的時候 你才會去收到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能夠激到你 但是反而你可能很順的時候 長期都好像沒有什麼的時候 你很難會收到這些東西 因為你覺得不需要 所以我現在會反而覺得 就是說任何 我人生裡面高啊低啊高啊低的東西 我不會再被牽著我的鼻子 我嘗試去接受所有的這些東西 我亦都沒有辦法不接受 所以我現在會看 每一件事就是這樣去看 那就是這麼多 那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Thank you 拜拜